Hello, 大家好, 来到10月26日凌晨的桑普论席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留言、赞、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以及利用Superfanser方式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今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周, 可能要到星期六晚或星期日才播出, 由于杰斯就失望了 我要明天, 即今天是稍后的时间才录影, 要星期六的夜晚或星期日的日间,即台北时间我才播出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稍安无措, 我们今个星期会迟一点和大家见面 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进入了倒数时间, 我想连续这两个星期的周末是黄金时间 因为这两个黄金时间大家要珍惜, 即两个候选人都要珍惜时间, 去作最后的冲刺 11月5号很快就到来了, 还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是Election Day, 特朗普叫Liberation Day, 解放日 这一天希望美国真的有一个选出特朗普成为第47行总统, 这是我的冲心的盼望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会做什么呢, 就在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美东的时间, 或者是美国中部的时间, 10月25日的日间 特朗普就会出席很出名的Joe Rogan,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全美国 全世界No.1的podcast, No.1的这个博客 因为很多美国人开着车, 开着车的时候播放podcast的 这位Joe Rogan受到很多年轻的族群的欢迎, 尤其年轻的男性的欢迎 Joe Rogan一直对左派比较有倾向的支持, 特朗普答应上他的节目明显是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的话, 接战, 好好应付, 看看有没有纯相恕见, 还是声声相识 特朗普能够应付到很关键的一批选民, 尤其是一帮真正的美国年轻人的支持 是尤其重要的, 据统计, 特朗普最近获得了非裔, 即是黑人 以及拉丁裔,即是西班牙文的这一帮男性青年的高度支持 譬如说, 据芝加高大学《世代前进计划》 在9月26日到10月6日, 在9月26日到16日的统计, 统计了2359名18至40岁的合格选民 发现到非裔的黑人男性的年轻人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达到四分一 上一届10%都没有, 九成支持拜登, 一成的可能一成都没有支持特朗普 现在由10%跳到25%, 是不是很大的分别呢? 另外拉丁裔,即是Latino, 或者叫做Hispanic,即是西语系的年轻男性支持特朗普的比率 44%, 上一届38%又增加了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是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慢慢脱离2020年困境 造成too big to rig的一种形势和格局 所以我就说, 现在他去到Joe Rogan 的地方去做这个接受访问 那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说他的表现是怎样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看看他到时的表现是什麽 卡马拉不去, 确定不去了, 确定不去Joe Rogan 这个show 他自己说, 行程问题, 太紧臭了, 没得去 麦当努力也不去, Joe Rogan 也不去, 你去哪里呢? 去德州某个地方, 继续在那里呢? 所谓的宣传Abortion Right, Abortion Right 你选州长吗? 大佬 所以我就说, 这件事的话, 会非常这样 就是越来越棘手, 即使民主党里面的一些 选战的人员, 都对于卡马拉现在的抉择, 痴之以鼻 这是其一 好了, 那周日会怎样呢? 特朗普就去到纽约, 27号, 就去到纽约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这个地方是很紧要的, 晚中齐集, 而且 现任众议院议长共和党席的Mike Johnson 约翰逊, 即是强生 就去到现场, 和他一起站台 换言词这一场, 在纽约, 纽约哦, 这个是南州来的哦 举办的Madison这个地方, 举办的这么大万人空巷的地方 肯定聚集成千上万, 不知是千, 是上万计的人 在那地方聚集的 到时候的维安要怎样做, 到时候他说的什么是重要 差不多要埋美的了, 做closing remark了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团队的closing remark很基本 就是特朗普现在他看到卡马拉基本上是做不到应该要做的事 economy, 和经济, 和边境, 都是被拜登卡马拉政权搞坏了 而特朗普上任之后呢, 就会很快 fix 了这个问题 而他说这个时代去投票的人呢, 有个好处 就是见识过特朗普时代发生几个问题 当时没有真正的通货膨胀 当时世界和平 当时边境是受控制 现在看到卡马拉 弗善可诚, 非常离谱 知道要投哪个一票 这个就是特朗普的closing remark immigration and inflation 基本上已经是两个主打的项目出来了 那些东西就出来了 而这个东西在民意调查显示 这两个题目就是正正最多人关心的两个题目 economy inflation, immigration, 和这个所谓的crime 其实都是一体的, immigration and crime 是一致的, 一体的东西 economy和inflation是一体的东西 这两个主要的clusters的题目呢 都是将选民把它放在最高位的 最近Fox News对Trump 拨咪 最近听卡马拉说 他认为你问他 对于这个边境问题 你说怎样看呀 他觉得没问题 绝对 I did the right thing, we did the right thing 他觉得卡马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 接着特朗普就很奇怪 你还说多次 she said this 他说这件事 接着特朗普也都退后一秒钟两秒钟 然后才回答 2100万人 21秒的人 2100万人涌入这个地方 涌入美国 其中有13,099的murderers 接着有很多come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精神病院的 庇护工厂的 黑帮的 什么人都有冲进来 委内瑞拉刚果什么都有 冲进来美国 接着这帮人 所做的事 你说这些事你受恐 这些事你拜登和卡马拉不需要负责 你不要搞错 即是基本上在讲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更加激怒更多的人 Trump 已经讲过了 这么多的议题 排第一位的不是经济通货膨胀 因为这些都是钱的问题 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Immigration 这是生命的问题 13,099的杀人犯murderers 2100万的非法入境者 我理得你叫做合法入境 之后长期滞留等待正备 这些全部都是荒谬 Trump 的时代 跟墨西哥的总统讲过 你不准那些人过来 你如果准那些人过来 我加你关税 立即呢 哇 赖尿的 哎 别了 别了 我喜欢派 我去免费帮你守护这个边境 墨西哥的总统说 我免费帮你守护边境 还有呢 免费的 出动 police 守护边境 不让那些人过来 if you want to wait for asylum wait in Mexico not America 那些人就会大幅减少了 你如果被人入出来 当是asylum seeking center USA as asylum seeking country 跟着全世界的这些asylum seekingers 入到美国的话呢 不得了 那些跟香港人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委内瑞拉的黑帮 中国那些垃圾 那些难民 由玻利维瓦一路走访 九个国家一路去到美麦边境 想冲进去美国 干果的 委内瑞拉的 哥伦比亚的 You name it 毒犯的 精神病院的 黑帮的 卖粉的 罪犯的 杀人犯的 强奸犯的 一大堆 几多人受害 我再说一次 13,099个 murderous 全部司法部的数字 不是老作的 我就问你这些情况 怎样去不是由拜登和卡马拉 埋拜登 是不是 这件事的话是特朗普要大力去说的一件事 亦都是 今时今日对这个卡马拉政权 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掌握 当然在 这个的同时 你要发觉到 就是 左派的媒体不断放大一件事 其实特朗普完全说得对 特朗普有时大嘴巴 但他大嘴巴说的是对的 我知道台湾我认识的朋友 或者一些评论人 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支持左派的 而且他们对于特朗普这件事 这些 impolite 不礼貌的行为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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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台湾的这些道德L,我顶他不顺 小弟在那沙道,我告诉你们,差不多每个同学,每个老师都有花名 我想各下如果就读,你们自己在小学中学时代,无论是女校,男女校,男校都好 你们改老师,或者校长,或者同学的花名,稀松平常 在台湾这帮人以礼自信,这些道德L,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 这些东西你觉得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你收皮吧 死L,我免得说粗口骂你 你说,这样说法,你等于说,这是很没礼貌,作为美国总统怎可以这么没礼貌 那为何作为美国总统也很没礼貌 全世界有这么多恶棍,习近平,普京,金正恩 是不是,还有那些非洲,中亚,东南亚,南美,毒梟,那么多垃圾总统 这些个个对他这样,是军事,包容 报警,代根,是不是这样 喂,我们是不是这样说了,一定是以一物之一物 你今天不够瘫,你今天不够狂,你怎样治这帮人 你将他的高张波 你将他的对于政敌的攻击 视为他们的人生 人生侮辱,就不得了 最近这些新闻是什么呢 在10月24号,星期四 Trump 说 中国的领袖 Xi Jinping 就会 怎样对待 卡马拉 就当他like a baby 当他BB看待 如果卡马拉 成为下一届的总统的话 基本上 就会当他BB看待 他原话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呢 Hewitt就是一个 保守派的电台的主持 他就问Trump 他说 If somehow 卡马拉 wins She would have to deal with Xi Jinping How would he handle her? 他的问题就是 如果无论如何 卡马拉赢了 他一定要去面对习近平 去处理跟他的关系 习近平会怎样 handle他 怎样处理他 Trump 就说 很简单 Like a baby She would take all the candy away very quickly 他会将所有的糖果 即是你BB嘛 你在吃糖嘛 我会将你手上的口里面 含着的糖果 拿走 She wouldn't have any idea what happened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哭了 It would be like a grand chance master playing a beginner 好像一个 一级的将棋的大师 和一个新手 在这里 较量一样 即是吃硬你 玩硬你 你说这件事 跟着左派听了之后 你没有搞错 习近平玩硬卡马拉 你说这些什么 掌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卖国 通宗 你还不是习近平的好朋友 还不是独裁者 还不是希特拉 这帮阻交是无弱可救 人家只是在说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Trump 认为习近平吃硬卡马拉 因为卡马拉什么差都不吃 没有外交经验事 实际上是 他没有外交经验 唯一的外交经验就是 叫做Bordasar 而Bordasar做了乱七八糟 中东问题搞不定 美密边境问题搞不定 他有什么外交问题搞定 他有什么经历 加州总检察长 参议员 什么都没有外交经验的 天天讲Green New Deal 天天讲 环保L 天天讲 Abortion 墮胎 天天讲 No Fracking 天天讲 哇怎么样 终止对中国的关税战 他有讲过一些真正的外交议题 他真的有处理过吗 一个老手 去处理新手 会怎么样呢 虽然我们经常说 习猪头习猪头习猪头 over all 他真的是一只猪头 但是他本身 他的阴险 他的心狠手辣 一定吃硬你 以及习猪头不是只是一个人 是整个共产党 整个体制 还不吃硬你卡马拉 吃硬你 拜登 年老 看衰 现在吃硬你了 之前的话 你起码拜登 和他的团队都说 继续征收关税 加重征收关税 继续科技战 你卡马拉 I'm not Biden OK 问你有什么不同 你有没有做事不同 不会有不同的 那你究竟 I'm not Biden 还是有不同 完全不知道 大家猜猜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 卡马拉不是真是执政的人 执政的人深层政府 后面那群 George Soros 在后面那群 深层政府 华尔街集团 而这个卡马拉 只不过是执政的人 这个执政的人 会做些什么呢 你就看 华尔街集团 要做些什么 就不清楚 但今天这个执政的人 不只是执政的人 是在案头上 如果他说错 习近平不是吃隔离 说到尾 我觉得这个 Trump 是一个 fair comment 而且是一个 correct comment 你记住 这帮美联社 这帮左胶 就说你看 这帮人是歧视 左胶做英语 你歧视 左胶第一句 总之他不满意你说的 你歧视 你说这些什么歧视 你说他lazy lazy你不是歧视 我说你懒惰 你有一天 没有两天 有一天 在那里歧视 歧视 你就算不是真的全部 去竞选 或者你参加 基本的茶会 那些东西 基本上那天你都歧视 这个没得否认 好了 有一天你歧视 他说我五十几日一起选举 由 拜登参选 到 利卡玛拉参选 我天天还没有休息过 78岁的人 你呢 刚刚60岁 你竟然参选了几十天 就开始跟人家 要放假 要歧视 你没有搞错 你不是lazy 那你可以说 不是lazy 别人有自己策略 不及你 你可以这么说 但特朗普有个fair comment 跟着这些左派媒体上纲上线 lazy 美团斜斜斜 a word long used to demean black people in racist terms 他说这个就是对于黑人 指责的一种种族主义的词汇 跟着说他是stupid person asking whether she is on drugs 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 说他是不是吃了药 说这些什么呢 完全 离谱的 那他说呢 这个 说他是这个黑人 是slow 是low IQ 又侮辱黑人 很基本 就是左派的逻辑就是什么呢 你侮辱卡马拉 就等于侮辱女性 就等于侮辱黑人 等于侮辱印度裔人 等于侮辱小数族裔 是对种族的歧视 是对性别的歧视 是对环保主义的歧视 你是以全世界为敌 人民公敌 不始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就是整班左派 继续攻击Trump的一点 就是 你去攻击 某一个香港来的评论人 你就是反对香港人 你就是搞分裂香港 你就是反对黄种人 你就是出卖亚洲人 你就是基本上 出卖男人 你根本上 歧视男人 歧视亚洲人 歧视香港人 喂 我只是针对A军做一个评论 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成 对于这些族群的歧视呢 Are you insane Are you stupid Are you slow Are you having a low IQ Are you lazy Are you on drugs Are you stupid 所以我对于这班今天左派 我只是告诉你 一句到尾 拒绝来往 因为 人生苦短 我们要面对上帝 我们要面对我们旁边的东西 要包含很多时间 他们不断攻击我 或其他人 由他说 我想 是非有功利 实现莫无犯别人 我只是说 他们这样做法 他自己照着一块镜 有逻辑吗 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还是有情绪的宣洩 希望算验到一班人 希望跟着他 这种这样的东西 是一种读 还是一种 是一种精彩的花果 自己去想 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再回应一下 我觉得有一篇文章 值得读给大家听 这篇文章是在 American Thinker 有个作者的 James Corrum James S. Corrum 所写的 有人翻译成为中文 我读给大家听 这件事是说什么呢 说川普是一个希特拉 因为 开含马力的 昨天和前天 我都说过 卡玛拉 和他的团队 借着 John Kelly 这个叛徒 这个呢 基本上是一个懦夫 基本上是一个 叛徒 基本上是一个 完全没有胆匪女 他曾经被川普重用过 做幕僚长大 很快将他投限置身 John Kelly成为一个 被 割在一旁的人 他心心不分 最近这个时候 说川普 说过 他走崇拜希特拉 希特拉不是全部错的 说他很崇拜 卑斯莫 德国将军 他希望成为真正的 独裁者 他说他就是独裁者 搞到现在 很多的歌声 星光泣泣 现在 卡玛拉找了 Beyonce 找了 一些 Bruce 他们 去做一些 所谓的演唱会 Greenstein 这样 就是做演唱会 跟着 那些人就说 他是一个 American tyrant 他是一个美国的 暴君 用这个方式来 活克这个Trump 因为他们受尽了这些所谓左派的言论所说 等于当年 毛泽东 都会说 就是 掌揚石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美国 是一个 帝国主义者 是一个暴君 是一个人类的渣载 毛泽东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希特拉 而且他的支持者 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粹 我听闻有一些 香港的评论人 或者一些 香港前的 政治人物 在不同国家的 散居不同国家都会说 桑普就是纳粹 桑普就是法西斯 我读这篇文章 希望以正视听 分析得相当好 希望大家重新想一想 究竟这帮人想的是什么 我不开命骂人的 我不是说这些人是我的敌人 他们不是我们的 我只是觉得 观点和角度不同 可以讨论 但不需要做一些 扣母子的人身攻击 而这些人身攻击 错的是 他们那一方 这个是意见的不同 我不做人格的羞辱 希望大家不要成为挑动 大家的矛盾 在第一次针对特朗普刺杀未遂发生的 一个星期 新共和New Republic的雜誌 7月刊登了一个 将特朗普描股成为 希特拉的恶名超注的画面 的封面 而这个在2024年的 竞争活动中的 宣出走红 刚刚讲的这位作者 James Corum 就这样评论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我对第三帝国的历史 第三帝国的历史 就是在说希特拉 纳粹德国的历史 做大量的写作和研究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 用一个真正了解 希特拉和纳粹 即是国家社会主义党 的人 来替这些指控 做评估 我在德国曾经学习 三年多以来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德国 党案馆里面 研究第三帝国的文件 即是 纳粹德国的文件 这样我就可以写很多关于德国国防军的书和学术文章 德国联邦国防军 Bunderswehr的历史办公室 History Office的历史学家 他们是关于第三帝国结出的学术著作的作者 对我的学术研究非常看重 于是委托我 在一本《20世纪战争罪行》的书中 撒写一张关于纳粹战争罪行的内容 我将会重点介绍两件事 1933年2月至1933年3月下旬两个月 发生的事 这个期间里面 德国的威马 即威马体制 即威马体制被摧毁 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党制的 纳粹极权国家 1933年1月 德国选民无可救药的陷入分裂 虽然纳粹党在1932年11月的选举当中 遭受重创 并失去了选票 但它仍然是德国最大的政党 获得了34%的选票 憎恨民主的纳粹党人 和共和党人 在国会代表中的人数 刚刚超过 半数 这个使得其他民主党派 不能够联合起来 1933年1月30日 年努力虚弱85岁的德国总统 Paul von Hindenburg Hindenburg 陆军元帅被他的助手说服 允许Adolf Hitler 希特拉 出任德国总理 并领导联合政府 主要民主政党的领导人接受了这一点 天真地认为希特拉是可以控制的 这些政党领导人当中很多人 将会因为他们的错误判断 而丧生 或者入狱 德国以遵从法治引以为荣 大多数的民主政治家 无法想象纳粹会背叛他们 1933年2月4日 希特拉说服了 Paul von Hindenburg 卿登堡总统 同意3月5日 他行全新的 全国选举 卿登堡还授予希特拉特殊的 紧急权力 可以动用警察 和审查媒体来维持秩序 希特拉打算利用这些权力 赢得选举 以任何必要的手段使得纳粹党成为多数 控制了39个州 联邦德国的关键是控制普洛市 而普洛市占德国陆地面积的60%以上 占德国总人口60% 纳粹要求普洛市政府 亦都 呼应 举行 举行州的选举 与全国选举同时举行 普洛市法律要求 选举必须经由 许会两院的议长批准才可以进行 但上议院的议长 Conrad Adenauer 拒绝同意 他是非常受欢迎的 Colonia 科隆的市长和中间党的高级领导人 这个阻碍了纳粹的计划 所以纳粹干脆宣布他们可以推翻普洛市宪法 直接宣布 举行选举 紧急状态条例 允许纳粹 审查任何批评他们的媒体报道 甚至强行关闭反对派的媒体 同时纳粹媒体要加大自己的宣传力度 揭斯带利将阿登纳等温和民主的政治家 描述为叛徒和罪犯 同时禁止他们发表任何反驳的言论 在这个总理希特拉的支持下 冲锋队SS的纳粹暴徒 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荡 襲击反对派 而警察就被撤回了 民主党派一些重要的成员 被纳粹暴徒的残酷毆打 在纳粹的公开威业之下 阿登纳请求警察保护 但被拒绝 阿登纳无法进入他的市长办公室 因为纳粹的匪邦已经盯上了他的办公室 准备致残甚至杀害他 33年的2月和3月 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 阿登纳 实际上是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 另外纳粹还禁止反对党派 做任何的政治集会或者抗议 或者任何的会议 理由是他们可能会引发暴力 其实暴力的主要提供者就是纳粹 去到1933年2月27日晚上 就是国会大厦中火事件 德国的国会大厦Ragstad 突然之间 燃起红红烈火 柏林消防部门束手无策 几个小时后 总理希特拉宣布德国正面临共产党的武装叛乱 并从卿登部获得了一项赋予希特拉控制警察的独裁权力 有权采取一切措施镇压武装叛乱的强异有力法令 纳粹为使进行组织和准备 两日之内逮捕了4000多人 这场武装叛乱是一场没武器的叛乱 警方几乎没有任何发现武器 数千名被逮捕的叛乱分子完全诧异 这使得纳粹声称拯救德国免于即将到来革命的说法 变得相当可疑 但是 关于德国国会大厦纵火事件还有其他细节 纳粹逮捕了一名疯狂的荷兰共产主义者 他承认放火焚烧了国会大厦 但没有解释火势怎么蔓延得那么快 另一方面 德国国会议长纳粹党二号人物 郭林·Hermann Göring 就住在国会大厦对面的官邸里面 他完全可以出入大厦 在后来的纽伦堡深圳里面 前陆军总司令France Halder哈尔德 将将军作证说 郭林曾经在1942年向他吹嘘 他曾经安排销毁德国国会大厦 郭林在他的审判中否认这一点 由于所有证人都已经死亡会失踪 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 尽管纳粹控制了媒体 甚至镇压了反对党 但他们再一次未能赢得多数的席位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干脆宣布所有共产党的选票 15%无效 这个导致到 踏水立即成为了多数 踏水随即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民主党派对手的职位 包括了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s 中央党Center Party 巴伐利亚人民党 Bavarian People's Party 和德国人民党 German People's Party 完全控制了国家和州政府 但是玩弄选举还不够 反对派的领导层必须被彻底摧毁 3月下旬 著名的民主反对派的领导人纷纷被捕 并被指控犯有从逃税到独绩一系列的虚假指控 纳粹提出的一系列指控会令到 Merrick Garland感到骄傲 Conrad Adeno Not Adenoil 即这个阿登纳受到一系列的刑事指控 被免职 他的财产和银行账户被没收 他和家人被迫依靠朋友的施舍生活 直到纳粹认为他已经破产 施舍四年之后撤销的指控 找了他退休 巴菲利亚 巴菲利亚州财政部长 巴菲利亚人民党 Bavarian People's Party的重要领导人 Fritz Scheffer 也得到同样的待遇 两人都勉强捱过了纳粹时代 领导了一个自由繁明的西德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 由言论审查制度到法律战 今日的民主党 而不是共和党 采用了与纳粹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夺取权力 只想一想 我刚才的细节 特朗普当政四年 有没有做过这些事 就算他质疑选与不光 到现在认为选举都是不光的时候 他有没有在2021年1月20号 拒绝交出权力呢 他有没有煽动大家 做再进一步的城市游击战呢 没有 刚刚我说的纳粹夺权的故事 和这些美共 美国社会主义者 或者一些progressive 那些激进民 激进的一些派系 你想一想 他们的手法 是不是有很类似的地方 希望逐点逐点 审查言论 I have a plan 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 而且还有更多 民主党 还将 多元平等包容 DEI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种族意识形态 这个与纳粹的种族意识形态相似 就是说只要是DEI 即是Diversity Equity And 这个 Inclusion Inclusion 多元平等包容 培训中 将白人 置唤成 犹太人 将犹太人 再置唤成 白人 你会知道两个之间打通之后呢 你就能够很容易理解 这种纳粹的种族意识形态是什么 就是说所有的人要向白种人夺权 就像当时希特拉要向犹太人夺权一样 当前对美国大学术自由攻击 也可以令你对1933年 纳粹的手段有好的理解 这个可能要另外再有一篇文章再讲 这篇文章其实是很好的 这个James Corrum的博士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 这篇文章是American Thinker 就是www.americandhinker.com 里面找到这篇文章 有16本书的作者和合著者 他说美国陆军预备退役宗教 所以这位军事历史学家 是讲得很清楚 其实从德国这些这样的夺权看到 是什么情况 我再重申一次 纳粹党 法西斯 不是右派 他是极左派 分辨的地方很基本的 就是说 今天 纳粹党的全清是什么 国家 社会主义党 利用种族 利用这个所谓阶级 来做斗争的 无论是 种族 法西斯 纳粹 因为阶级 共产党 社会主义者 其实都是将 人类的这些 变成了重要的一种 操纵杠杆 损失对真善美性的追求 这一点正是最大的分别 是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最大的分别 他们要的是集体主义 他们要的是 集体自上 个人劣后 领袖最高 只有人人服从 连助制 株连制 整个种族都有问题 整个阶级都有问题 你身为这个种 就有问题 这个是希特拉 你身为这个阶级 就有问题 这个就是斯太林 毛泽东 习近平 阶级也好 种族也好 这些标签 贴下来 煽动斗争 然后就觉得 违出新论 是吧 民主权利 只是给一些 人民 而你反动者 就是敌人 就没有民主权利 没有基本人权平等的概念 也都 认为 劳动神圣 无论是 纳粹也好 无论是 共产也好 都是劳动神圣 所有劳改问题 Arbeit Markt Frey 是不是 在纳粹 改造的集中 Arbeit Markt Frey 是什么意思 劳动 洗礼自由 但是 入到去的 犹太人 一个劳动 最后死了 一副白骨 都没有 毒气室 烧了 埋了 就是哪个地方会自由呢 使他们 变了 消失 Arbeit Markt Frey Fry其实是 德文或者英文都是两个意思 Fry Fryheit 就是freedom 就是说 freedom 自由 但Fry free 可以说 消失 譬如 叫做 Sugar Free 即是 没有糖 没有糖 Sugar Free OK Salt Free 没有盐 即是 Human Free 即是没有人 把你的生命 Life Free 就等于你 不是自由 是消失 所以Arbeit Markt Frey 是多么可怕 Markt就是make的意思 Fry就是 free的意思 你看看这些这样的说法 我就是说 纳粹党 法西斯是极左派 我在台湾和一些人说 很多人痴痴痴痴痴痴 你说纳粹党是极左派 不是右派 是很违背常识的 不是违背常识 是违背你们的错误的成见 是prejudice 你想想 无论你操纵种族 操纵性别 操纵 所谓的阶级 操纵环保主义 去做斗争的 其实都是 左派的幽灵在作祟 我就讲了 纳粹党的全名 国家社会主义党 你还不明白 社会主义党 我给大家听 你还不明白 所以我就说 你当我去批评这些的时候 你想想左派的思想是什么 当这一班 由Michel Foucault 一路去到 一大堆的 后现代主义 后解 后结构主义 一路去到 Critical race theory Critical gender theory 搞的种族 性别 所谓的 这个是 环保主义的斗争 其实目的是什么 夺权 你看 Mark Levin 写的一本 《美国社会 对美国共产主义的 默诺》这本书 大家明白 我希望明天有时间多些 跟大家做一节 回答基本上四个 主要对Trump的质疑 我今天专门讲这篇文章 希望跟大家讲 真正的纳粹主义的幽灵 不是存在Trump 他是大嘴巴 他是没有礼貌 但是讲的是真的 因为他敢讲话 是不是会脱票 会 敢讲话是不是对自己不利 可能 真是会不利 但是我讲话 重点不是这里 他讲的是真话 他行的是公义 他为911的时候 不计名于 帮当时的灾民 是一个 酷年文的表现 他在North Carolina 震灾 很多东西做到 有很多唯善不过人知 有些他要做这个show 但是很多东西 帮助他不讲 这是 酷年文的表现 我请问这一班 思维素生的奥巴马 盆满满的 克林顿 希拉尼 一路去到 拜登 一路去到 卡马拉 其实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是不是 这个才是我面对最大的挑战和问题 希望大家要明白 看回一些基本的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不是说两个候选人 究竟哪个支持哪个多些 不是这些 是觉得我们昨天已经标示了三个主要隐患 分别是什么 还记得 第一个 就是 舞弊 造票 第二个隐患是什么 动乱 暴动 暴力 第三个隐患是什么 第三个隐患就是 认知作战 就是中国 俄国 各方面的认知作战 我们昨天讲到 比如说 那个叫做太子 Flood 是不是 什么太子 这个洪水 或者说 你说一些所谓的 其他的 什么sparmouflage 就是一些 所谓的 X 或者一些 账户 假的账户 专门是 攻击共和党的候选人 我再讲一次 这是中国做的 认知作战 因为它怎样精准打击 因为这次的选举 我再拆开说 这次选举 有三个重要的选举 其实四个 Governor 我先不讲 因为每个Governor 自己选自己 这是州 每个主要处理的事 我说美国 因为影响外交 永远都是 联邦政府 州政府 没有办法影响 重大外交决策 我说是 联邦政府 我们外国很关注的 就是这个 总统 副总统 参议院 和众议院 当然美国人一定关注 他州的州长 有部份的州的州长 Governor 是会选举的 所以四级选举 当然也有一些 譬如 Attorney General 检察总长的选举 这些 大家看算票是很复杂的 很多张算票 他说 对于我们最担心的 我在台湾最担心的 前三级 就是总统 副总统 一张 然后就是 众议院 众议院 和参议院 我会认为 现在Trump 赢面是高的 provided death 没有选举舞弊 provided death 没有暴力事件 provided death 没有被认知作战 荼毒 这三关要过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否则你根本是赢不到的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这帮左派势力 和中共的势力在后面一族揣扰 而中共 是反Trump 俄罗斯 是挺Trump 然后你说 你帮Trump 就等于帮俄罗斯 为什么你不说另一方面 帮Trump 就等于 反共 反中共 你看到所有 刚刚讲这些 中共的网站 专门针对 Marco Rubio 是不是 Moore Moore 等等这些 众议员 参议员 而三级选举最危的 哪一个 现在就是众议员 我看回所有的数据 Trump 赢面 六成 卡马拉 四成 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不是53 是60 对40 以上 参议员 87 共和党 共和党会得多数 是51对49 分分钟是52 53 添食 但是起码都51对49 所以参议员是定的 不定的是众议员 众议员呢 即是拖失了 435席 每一届 是两年的 全面改选 现在我看回一些有关的报导 做有关的分析 大概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的 据我所知 我希望极尽我能的方式 民主党 比较能够赢到的是210席 共和党能够赢到的是211席 还剩下14席 14席是拖失的 即是说 完全是5席 你把所有小数点扣 即所有误測范围全部不算的话 共和党是刚刚赢民主党三席 三席 你想想这个flip的情况很容易flip的 而且你想想如果大家有些分裂投票谈的话就更糟 即是总统投了Trump 中议员是投了民主党的 哼 你大势 那你变了就是说Trump 很多想改革的法例 比如选举改革 联邦选举制度改革 比如一些 immigration inflation economy crime 改革 过不了众议院出事 所以各位 保理大 各位美国人 在看这个节目 请你们 投所有民主党人 不要投民主党人 投共和党的人一票 无论是参议员 众议员 州长 各级的选举 全投共和党 否则的话 他根本驱动不了任何的法案改革 你Trump当选的话都改革不了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件事 Trump不是 是Adolf Hitler 如果他做Adolf Hitler 早已做了 而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也不会这样做 你说你保他大 不是我保他大 而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这才是关键 所以要过三关 认知战 现在有很多认知战 我做这个节目 是对抗认知战 说他Adolf Hitler 这是认知战 这是政治作战 Political warfare 所以他对抗这些左派的 政治作战 第二件事 是要对付什么 做票 这个我不在美国 我真的没办法去帮大家 但我只是告诉大家 做票要很小心 制度有问题的 一不断指册 发觉到有幽灵户口的 一定要举报 发觉到有人 不是美国人去选举的 一定要说 发觉到有问题的 寓意即报 珍惜美国的新闻自由 OK 起码现在美国 不单止美联社 发生社 老头社 和那些左媒的 还有 很多其他的有限媒体 还有独立的司法 美国不是中国 OK 怎样说都美国 真的不是中国共产党 有些人说美国民主党 虽得和中国共产党一样 甚至不比中国共产党更差 这件事完全不是事实 肯定不同 不可以将 一些难吃的一些饭送 和屎泥做比喻 屎是屎 你吃屎和吃这些难吃的饭送 是两件事 可以 所以我们希望公允点看这件事 我担心这些难吃的饭送 再吐多几天 真的变成了 哨 即是连屎都不如 这就是我觉得 它有大幅滑落的风险 我要提醒大家 所以我一定不会鼓励大家 投左派 行不行 OK 所以这一点我们认清的话 大家就明白 然后第三关 动乱 动乱这件事 就是我在台湾可以帮到什么 但是想想这个就是很担心 最新的民意调查 多数美国民众预期出现选后暴力 更加有超过半数搜索者赞成 届时动用军队防阻苏联 这就是美国人的民意 美国Axios 左交的新闻网报导 今天发表 由Scripps News 和民意调查机构 Ipsos共同制作的民意调查 显示 在10月18日到20日 访问了1028名美国成年人 误差范为正负3.3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反映 美国国内日益担音政治暴力 部分原因是由于出于错误信息 反乱和政治两极化的家劇 特朗普 今个夏天以来两次被企图对他暗杀 加上他任来美色 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中的所谓的骚乱事件 令到大家 左派觉得会不会有暴力呢 我就说很担心左派输 跟着有暴力 好像Black Lives Matter 接着要搞Karmala Matters American Matters 要搞这样的动乱 所以我想要歧视先明白 我先讲明白 如果这样搞法的话 是坚决镇压的 绝不辜息 我认为这件事一定要做 当年对于选举有怀疑 冲上国会山庄这个事件 是一个悲剧 我会认为某程度上 有人真诚地相信 这个选举是有 Rate election的问题 而到今天我也是这样相信 你问JD Vance 很多美国共和党的支持者 都会这样相信 特朗普都认为这个是Rate election 特朗普当时叫大家 Patriotically和peacefully 去到国会山庄 也都叫Nancy Pelosi 出动国民警卫队 去收拾残告 但是没有 我认为很多人做这件事 是类似 当时很多香港人 会去这个 立法会 去这个政总 去下角度 公民抗命的道理一样 可能你认为那些人是 完全是 Groundless 因为没有 Rate election 这全是false statement 是misstatement 是misrepresentation 但我会说 很快 我认为几年之后 你会发觉到 我说的 是有道理 而那帮人 是基于真诚的信仰 真诚的honest belief 去做这件事 你看看所有 Civil disobedience的理论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乱事 真的有违宴行为 另一件事 但你真诚信仰 已经是什么事 然后用低度的武力 低度的武力 都算是和平手段 非严重暴力的手段 去达成你的结果 是对的 你想想多少破坏 当年 2021年1月6号 而死的人是什么人 军警一个人都没有死 死的是什么 示威者 囚禁的很多示威者 他们为他真诚 到今天都是真诚 诚实的信仰 去犧牲的 而你们整班左媒 对这种诚实的信念 是觉得他们是stupid 他们是evil 他们是暴徒 他们是暴徒 其实这帮人 你想想这些左派媒体 对待这帮人 其实跟邓炳强 李家超有什么不同 构成一个 civil disobedience 是一个非暴力的手段 包括了 轻微暴徒 轻微武力手段 也算非暴力 非暴力是非严重暴力的意思 你问所有德国美国的civil disobedience 市民不服从 公民抗命的理念 都这么说给你知道 梭罗 这里去到德国联邦的宣法法院 我看的德国教科书都这么做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你真诚信仰 不在于你 信仰的事实 你真诚的信仰 是有绝对要维护公义的 紧急必要的行动 所以你想想这件事是这样 而Trump 是不是 主催者 他是一个 主谋 No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国民警卫队 那我问你怎么 他是主催者 所以我说 再说下去的话 就已经是你自己绑上整件事看清楚 所以今时今日 我会认为 刚刚这份文条显示的 就是说 70%的左派的选民 认为会有选后暴力 因为觉得 右派输 共和党输 他们会暴力 另外共和党的人 也都觉得 如果左派输 59%的人 会有暴力发生 所以拉环来说是62% 因为极可能有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所以这件事是否值得很多美国人要注意呢 记住 我们反对 用暴力行为去处理问题 如果变成 Black Lives Matter的城市 Riot的方式 绝对No 2021年1月6日 那天是冲上国会山中 冤有头债有主 但是如果你认为 在国事煽动一些 好像那部电影小丑 一般无政府主意式的骚亂 这些就是大问题 什么VSAT 就是大问题 一定要强力 制止 这个我想 所有的人都要讲清楚 是吗 Civil Disobedience 我会定性2021年1月6日的Civil Disobedience 但是未来如果发生这些暴力事件 无论左右两派做这些事 我们都不容易 我相信左派输了做的机会 极大 整体受访之后高达51%支持动用美军防止选后动乱 共和党宣民有61%支持动用美军 高于民主党宣民有51% 无论如何都是过半数人士 中环左右两派都是支持出动美军 去防止动乱 这个很重要 我不希望美国爆发新内战 63%的受访者整体认为 对于计票精确度有激有信心 或者还算有信心 这个我就觉得我不是63% 我就是觉得没什么信心 不过我会觉得这样 我认为今时今日就是 每一个在美国的选民 你们自己要好地监督这场选举 你来比我更加能够看到 在选举里面的舞弊状况 多点去查 究竟可不可以做监票的工作 人家点票的时候 是不是人手点票 还是机器点票 当机器点票每一个州的选民 可不可以要求 两by partisan的监督者 像台湾那样唱票的方式 去做监票 77%的受访者表示 即使支持的候选人落选 也都愿意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 当然 如果是fair and free election 一定要接受选举的结果 这个是民主的 小数服从多数 一定要这样做 但我更加担心的是什么呢 更加担心就是 最后不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一个rate election的话 就不得了 我尤其觉得 亚利桑那说明10至13日 倫巴达说明一个礼拜以上 最后才开票 这两个州是很关键的 七个摇摆州其中两个 亚利桑那11张选举人票 跟着倫巴达6张 自己有17张选举人票 除非扣了两个州 其他Russ Belt 或者Georgia 或者Nord Carolina 这些州 Sun Belt 基本上都是 全部投给Trump 这样的情况 这两个州不会衍生到太多的问题 是不是 但如果不是的话 问题就会重新来过 OK 所以too big to rig 是现在努力的重要方向 即是说 鼓励更多人 全投共和党 Trump 众议员 参议员 州长 警察长 全部投共和党的人 这个最首要的东西 第二个 监督选举的公正性 防止舞弊出现 第三 预备好动乱的时候 要坚决支持警察 和有关的执法部门 去镇压所有 暴力行为 如果是和平的示威 要给他们 发挥 但如果和平示威 变成暴力行为 完全不同 这个不可以跟香港的情况 做对比 我们对抗中共的专制和 宰制 独裁 现在正在对抗 选举的不公 你说 你用暴力来对抗 选举的不公 是不是可以呢 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 大的问题 我依然认为 美国如果真的要陷入 这个情况 情况 应该通过司法方法解决 而司法方法 如果是 造成 那么人心 波动的话 我想要 采取一些 希望各州的司法 去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不处理 美国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界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不鼓励暴力 公民抗命在 关键必要时候可以做 一般的情况 交给司法去解决 你说 司法也解决不了 这个国家 应该灭亡 是不是 这个州应该灭亡 这个美利坚的文明 差不多已经玩完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选举很关键 I'm very sorry to tell you that 我觉得非常关键 我条小命 还有很多香港人的未来 其实掌握在这个选举里面 特朗普赢了 香港有未来 那些左家说 特朗普赢了香港才没有未来 我不跟你拗这些 Let's see 特朗普赢到这个选举 整个美中关系会完全改写 改写的时候 很多的可能性会出现 中国的积极 去到崩溃的速度 是会加速的 现在摊很久 慢慢粥 慢慢粘 都不知道粥到什么时候 但未来 我们要拭目以待 看回未来的变化 会是什么样 我们才知道 有什么新的搞作 当然 大家去到周末的时候 都去到德州 聚集 而 大家 都要继续讲 他们自己 喜欢的东西 极左派都要求 特朗普 小心点 很多东西 就要 要警告你 就是要警告你 Closing message 记住 你不要只是 你不要跟 切尼 Lutini 这些右派的人 站在一起 要跟工人 工农 站在一起 你收皮 剩下十几日时间 你左派就跟工农 去 拭开 基本上是 尽纳这帮人的 就是 Trump and JD Vance 你现在 今天的progressive 在最后 淋天光前 我警告你 你卡马拉 一定要对工农 这些 working class 要 帮他们 帮他们加油 你真好奇怪 讲种族 讲性别 讲阶级 不要紧要的 你可以这样分化 来做这个不同的 组别方面的 一些 动员 但问题就是 到今时今日 working class 是不是投这一票呢 其实早有定数 这帮progressive 怎样去want 卡马拉 因为他知道 卡马拉会输 然后夺他的权 明白吗 我先警告你 你认为选输了 我警告你 无效 你收档 换AOC上 Bernie Sanders上 这就是那群进步派的 阴谋鬼章 警告你 早不警告前 不警告临天光前 十几日前 警告你 这些做法 流氓都不如 你认为 like a baby 卡马拉就是like a baby 完全没错 所以我说 什么叫法西斯主义者 什么叫做 东西 我刚刚认识过那段 我自己想想 你认为 左派像法西斯主义者 还是右派像法西斯主义者 我不是说 左派传媒法细思主义 你别错我 哪个近似一点 自己想一想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明天再讲其他议题